哈囉大家好我是BO 今天這支影片是我從來沒有分享過的主題 就是我的空空賞 因為是我自己是一個習慣東西用完以後 就會馬上把它丟掉 或是馬上把它回收掉 不會把它收集起來的人 那這次我特別把我用完的東西 收集在一個箱子裡面想出來跟你們分享 所以這是我的首支空空賞處女秀 大部分都是一些清潔用品 因為畢竟清潔用品是消耗最快的東西 好那話不多說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第一要分享吧 一開始我們就先從卸妝開始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基本上我每天都會需要卸妝 那我用完最多的東西就是這個 必菲斯特的卸妝精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必菲斯特他們家的卸妝精 根本就是頭號粉絲的概念 是我一用完馬上就會買新的 你看我這邊用完了三包 然後我的身後那天我去包 又馬上再補了一包 沒有它真的是會有點不安 因為有時候很累啊在家我真的是很懶得去廁所卸妝 我就會在家裡坐在沙發上等等的 然後邊滑手機邊卸妝 那這款卸妝精很大 然後卸妝的那個精的材質又非常的舒服 同時卸妝力又很棒的一款卸妝精 那它有分為像是這種保濕款啊 或是這種強力清潔款 那我自己用下我是覺得差不多 可是我自己私心會比較喜歡金色的這款 因為金色這款它主打說它是可以卸掉睫毛膏的嘛 那我覺得它的確是有 有一些比較難卸的睫毛膏 雖然需要多花一點時間去把它卸掉 可是大部分是可以把它卸掉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金色這個卸妝力很強的卸妝精 強烈推薦大家試試看必菲斯特的卸妝精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好用 第二樣呢要跟大家分享是 必菲斯特他們家的卸妝水 他們家卸妝水我用掉了起碼有三四罐左右了 因為通常呢我用卸妝精卸完之後呢 我還會搭配這個卸妝水再把全臉擦拭一遍 像是髮際線啊這些沒有卸掉的地方 痛痛再擦一次之後我會比較安心 就會覺得噢我的臉是完全卸乾淨的這樣 所以基本上我每次都是這樣子搭配 卸妝精用完之後再用卸妝水 那假如說我今天並不是化濃妝 就只是單上個防曬的話 那我就會直接用這個卸妝水把全臉擦拭一遍 這樣就可以了 必菲斯特他們家卸妝產品 真的是開架裡面數一數二好用的 就是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下一樣的卸妝產品呢 就是這一個KISS ME的眼唇卸妝液 KISS ME的眼唇卸妝液應該不用我多說吧 因為它就是非常好用 它是做的像這樣子梳子的形狀 所以你就是只要在你的睫毛上面這樣 梳一梳它就會瞬間的把難卸的睫毛膏 通通都溶解 非常的快速 所以基本上假如說我今天口紅不是很難卸的話 我就會直接用這個 我就不會再另外使用眼唇卸妝液了 因為它真的很方便 所以通常我卸妝真的是一氣呵成 都可以在我的房間裡面邊吹冷氣邊把我的妝卸完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我自己超喜歡就是晚上邊吹冷氣邊卸妝 我覺得這樣超爽的 大熱天在那個廁所裡面我真的沒辦法待太久 我連洗澡都是洗接近一塊冷水那邊 因為真的太熱了 我真的是一個很怕熱的人 所以假如說你跟我一樣很怕熱的話 喜歡在房間卸妝 可以試試看這些清潔產品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我用完的化妝水 就是這個Sobafolk的玫瑰水保濕噴霧 這個玫瑰水保濕噴霧在我頻道裡面 應該有出現過兩三次左右了吧 我非常的喜歡它 因為它的成分我覺得很單純 就是大麻式玫瑰水為基底 然後添加三種不同的玻尿酸 它就是使用起來很讓人安心 然後舒服 最重要是它的味道也超級的療癒 那我自己會用這麼快的原因 除了我平常每天都會在噴以外呢 我很喜歡把它拿來當作濕敷 就是晚上的時候濕敷一下 你就會覺得哇你的臉就是充滿水分 很保濕然後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假如說你很喜歡玫瑰味道的話 這款化妝水你一定會非常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有別於一般市面上 那種玫瑰型的化妝水 它的味道是非常的天然 不會有那種假假玫瑰香筋的味道 它就是淡淡的香香的 然後當你在噴的時候 就會覺得哇你好像在泡那個玫瑰浴一樣 這款化妝水呢我自己非常喜歡 Sobafolk他們家的東西呢 除了已經把那款玫瑰化妝水用完以外呢 我也把這款抗氧化的乳液給用完了 那我用完的那一罐抗氧化的乳液呢 我已經找不到不見蹤影了 所以我就只好拿出我的庫存來跟大家分享 那這款抗氧化的乳液 我覺得它非常的好吸收 然後質地超級的清爽 就是一款很適合在妝前使用的乳液 它給你的保濕度是剛剛好的 那比如說我今天覺得我的肌膚特別乾燥 我可以這樣混一些精華 或是再加一些保養油在裡面 那假如說我今天肌膚狀況 我覺得保濕度是剛好的話 那我就直接單上它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一款可以自己自由搭配的乳液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款是 各個膚質都很適用的乳液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 你可以依照你今天的膚況來去做調整 我覺得Sobafolk他們家的東西 用起來就是非常的安心 因為就是沒有酒精 然後沒有香料色素等等的 所以假如說你的肌膚是比較敏感的朋友 就可以參考一下Sobafolk他們家的保養品 分享完乳液之後 要跟大家分享乳霜的部分 因為其實晚上在房間吹冷氣睡覺 我都會用比較滋潤的乳霜 那我前陣子快速用完 就是這一款加丹尼爾的紅茶酵母修復精華霜 這款從我收到一路到我用完 只花了大概一個半月到兩個月之間 所以我早晚都用就把它很快速用完 但大家不用擔心 我已經準備好了 第二罐在這邊已經開始在用了 沒有它真的是不行耶 它真的好好用喔 它這款紅茶霜呢 它的質地是有點偏向那種軟軟的舒芙蕾的質地 非常的好吸收 野窄力超棒 當你一塗上去的時候 基本上就已經吸收 你還沒反應過來 就已經滲透進去了 這款紅茶酵母霜 它主打其實讓你的肌膚更明亮啊 浮平細紋啊 保濕啊 等等的 那我用了一段期間之後 就跟我之前那支影片說的一樣 我真的覺得它會讓我的肌膚變得很Q彈 然後有柔嫩感同時也非常的保濕 這款不管是妝前用還是晚上用都非常適合 那這款我覺得也算是各膚質都可以用的一款乳霜 像是我混合肌在夏天用可以 在之前比較冷的秋冬用可以 甚至是買給我婆婆用 她用起來也覺得非常的可以 所以就是各個年齡通殺都非常好用的一款乳霜 所以假如說你最近想要買乳霜 可是呢毫無頭緒 不知道要買什麼乳霜的話呢 請買加丹妮兒這款乳霜 他們家最近剛好也有年中慶 大家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碼 就會打85折哦 但買起來還蠻划算的 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下一樣的也是要跟大家分享 加丹妮兒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這一款金盞花舒緩保濕面膜 那這款面膜呢 是我的好朋友直式推薦給我 他叫我一定要使用 所以我就乖乖聽了他的話拿起來使用 那其實我自己剛開始 第一次用的時候有一點傻眼 就覺得 欸 他怎麼沒有任何的墊片 就直接是面膜紙 因為我以往用的面膜 基本上會有兩層把它包住 或者是說最少也會有一層 可是加丹妮兒 加他們家這款面膜 他就是單單就是面膜紙 所以打開的時候 他就有點軟糊糊 濕糊糊的 就覺得有點不太習慣 但是久了之後就覺得 哦就是這樣子這樣 那他們家面膜呢 非常的濕 就他的精華很多 都多到不行 所以通常我一拿開之後 他就開始滴嘛 這時候我就會先往我的脖子 先撒個兩下 然後把那個多的精華 在我的脖子上面 塗一塗之後再拿來敷 這款面膜我覺得他最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他的退紅 舒緩以及保濕的作用 因為其實當我擠完粉絲的時候 我的臉就是脹紅嘛 然後腫腫的這樣子 那我只要敷上去之後 過個20分鐘 拿下我的臉是完全退紅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然後非常的保濕 所以這款呢 是我最近擠完粉絲必用的一款面膜 我已經把它就是完全用完 要準備回購第二盒了 這個真的非常的好用 推薦給大家 第三樣呢 還是加加妮爾他們家的東西 加加妮爾他們家的東西 我真的都用很快 是不是因為包裝太小呢 應該不是 應該是我真的是使用量太大了 那這款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脂脆腳蛋白調理洗髮露 這款洗髮露現在的天氣 非常的適合 尤其是像我這樣的細軟髮 或是你頭皮很容易出油的人 這個呢 層次推薦給大家 那這款洗髮露你洗完之後 會有點涼涼的感覺 然後讓你的頭皮變得非常的乾淨 同時又不會讓你的頭髮變得很乾燥 或是很粗 因為其實像這種清潔力比較強的洗髮精 很容易洗完之後你的頭髮就變稻草 可是這款不會 就是我覺得它算是兼具 有一點微保濕然後又很控油 又可以把它洗乾淨的一款洗髮精 那唯一的小缺點就是 它真的太小罐用超級的快 除此之外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缺點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可是我好像看到沒有什麼人在介紹它 我那時候自己在買的時候 我也想說我不會很累 因為收不太到心的 幸好買回來 還是很好用 這個我很喜歡 最後一樣保養品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款 凡士林的專業修護潤膚露 最好容易的是 我跟我老公非常喜歡的一款 身體乳我們已經用掉 加起來應該有快十罐左右了吧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因為像我老公 他的皮膚是非常的容易長濕疹 所以皮膚科醫生有告訴他 就是你一定要做好肌膚的保濕 所以他每天晚上一定會擦乳液 那我自己呢 是會在蕾色書後使用這一款乳 我覺得它是非常的溫和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香料 像是我打完蕾色腋下 其實會比較敏感 然後也需要保濕 我這時候就這樣子擦一擦 就會覺得肌膚馬上就保濕 然後潤潤的感覺 假如說你是敏感肌的話 我很推薦你買這款乳液 因為這款乳液是我們的皮膚科醫生 推薦給我們 就是直接指定說去買這一款就對了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款乳液 我覺得保濕度不錯 然後又非常的好用 最後一樣是這個 23.5的米脆豆膜 其實太陽好大喔 大到你們好像都看不到商品的本身了耶 會不會 沒關係 這個就是23.5的米脆豆膜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假如說你今天肌膚不舒服 或是你今天曬完太陽覺得肌膚很痛 又或者說你打完雷射等等 有各種困擾 請敷23.5的米脆豆膜 米脆豆膜是他們家裡面成分最單純的一款豆膜 但我很常會把它併在冰箱裡面 因為當我肌膚要急救的時候 從冰箱拿出來冰鎮那個效果會是最好的 那我自己呢 有時候晚上會敷一下這個豆膜 除了保濕以外 它會讓我的粉絲浮出來 敷完米脆豆膜之後粉絲超好擠 這樣一壓就突出來 一壓就突出來超爽的 所以我很喜歡敷米脆豆膜之後擠粉絲 或者說你擠完粉絲就敷一下米脆豆膜 它也有舒緩的效果 我自己打完皮秒的前三天 我一定會敷米脆的豆膜 因為我自己其實有詢問過他們的公關 他們是建議說 你在打完雷射前三天 建議不要使用片狀面膜 因為片狀面膜裡面的添加物比較多 可以使用這種成分比較單純的豆膜 這樣對肌膚會比較好 我現在是打完雷射 必敷米脆豆膜 假如你跟我一樣平常會去打雷射的話 這個請你必備一下好嗎 就是你敷完之後 真的會覺得你的臉舒緩了很多 比較不會有那種很熱很紅很不舒服的感覺 反正當你肌膚不適 你不知道用什麼時候 請用米脆豆膜 就是一個無腦的選擇 選它就不會錯了 米脆豆膜呢 這罐我用完 然後還有另外一罐 剩下一點點也快用完 而且它豆膜真的是用超快 尤其是夏天 真的好喜歡它 喔忘記說了 它妝前敷也很棒喔 妝前敷之後 你之後上妝也超天 反正就是任何時候敷都可以 這款豆膜我很推薦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空空想分享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喔 那希望這支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哇芒果耶 乳液 OK 接下來要分享什麼 面膜好了 就幫忙了 多多多些 我愛你 來了 走 走